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丰富的服装和饰品 清朝的主流服装是大褂 因此艺人们便以最为简单的行头演出 做一套新大褂 上台时换上新的大褂 下场就换下来穿旧衣服 等演出服旧了就再做一套 原来的那套就可以当变装 一切都是为了节省下几个钱来养家糊口 相声演员上台说相声穿大褂 大褂长衫是相声这门行业里留下来的传统 而这样的传统却是从小剧场里被找回来的 许多年间在很多媒体平台上 说相声的演员都已经穿上了西装 不过到后来人们还是觉得 穿大褂长衫应该会顺眼一些 现如今相声在郭德纲的带领下 越来越火爆 演员们在台上穿的大褂也变得多种多样 什么颜色的都有 当年李云天还曾定制过蕾丝边的大褂 但无奈还没穿过几次 就被郭老师给叫停了 而关于德云社的大褂也被很多人赋予了神奇的色彩 诞生了一套所谓的大褂等级体系 比如刺绣大褂只有郭德纲 于谦 月云鹏能穿 没名气的演员不准穿 这条规定被不少德云社的粉丝信以为真 今日郭德纲师弟正好再次为此事进行了辟谣 也道出了其余演员不穿刺绣大褂的真正原因 今天在这儿我正式的跟大家把这个事说一下 德云社的大褂都是演员自己花钱做 爱做什么样做什么样 没有任何规定 对长应该做什么样的 演员应该做什么样的 学员应该做什么样的 没有任何一个规定 但是说有没有这个 就是大家潜移默化应该遵守的潜规则呢 你要非说有呢 就只能这么跟你解释 那种刺绣的大褂吧 贵 特别贵 所以呢 红了的演员呢 人家讲究 所以他就愿意做个刺绣的 因为贵 他红了 他有钱呀 人家就做个刺绣的 一般演员呢 那演艺场没多少钱呀 他不是不想做那个刺绣的 他想做那刺绣的 他没钱 所以这就不做 你要说有钱规则呢 就这么分开 据悉 德云社华服一套定制大褂 都需要三千元左右 如此可以想象 一套定制刺绣大褂 估计快要赶上 郭老师的一件蟒袍了吧 虽然刺绣大褂非常华丽 但郭老师穿的次数 也是非常少的 据正好老师观察 郭老师穿的最多的 还是条纹大褂 原因也是给大家乐坏了 竟然是因为显得个头高一些 当然我没问过啊 就是我这么观察着 就是这么多年了 郭老师爱穿什么样的大褂呢 郭老师就爱穿这个深色 带细条纹 树条纹的那个 那个那个料 为什么呢 很简单呀 他显个高啊 正好的这段话 可算是把大家给乐坏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郭德纲老师 有个外号 叫小黑胖子 深色树条纹大褂 正好可以遮盖黑和矮 这两个缺点 难怪他这么爱穿了 如今的郭老师 可以说不那么注重自己的形象 能穿羽绒服走红毯抢热搜 所以说穿什么 对于郭老师来说并不重要 但本着对艺术的高标准 言要求 希望自己演出的 每个细节都尽善尽美 郭德纲老师的这种做法 印证了一句话 那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都是一张嘴说相声 郭德纲就是比同行受欢迎 各种细节上的差距 最后汇总在一起 就成了天壤之别 相声同行有功夫排挤郭德纲 不如好好跟人家学学 怎么把自己的演出办好 早日跟上德云社的脚步 这才是正道